新北市树林区生命纪念馆正式启用 市长侯友宜感谢民意代表及地方各界的支持 让工程顺利完成启用 新建工程共分两期 第一期规划地下一层 地上三层 而这一次共启用了一楼骨灰位5049个 以及排位800座 而第一期工程后续也会在新建骨灰位25000个 第二期是29000个 总共未来会有55000个塔位提供民众使用 我们第一期启用5000多个塔位 最后同时已经有3000多个民众 有来看祖先的安居的地方 所以这个生命纪念馆 我们第一期工程除了盖5000多个以外 我们后续在第一期会盖到26000个 第二期也会盖29000个 会55000个 更重要我们的价位 第一年从2万4到4万 排位2万元 那比一般的民间的便宜很多 而古惠位及排位的申请 将由15号上午8点开始受礼 地点就位于树林区东家路120号 古惠位依使用的层别 收费2万5000元至4万元 而排位不分位置一律2万元 附近的中山东山及山家等三个里的礼民 只要涉及4年以上能予以半价优惠 那这个生命纪念馆在今天开放启用之后 我们明天早上8点就会开放受礼申请 那7点开始我们就会发号码牌 那我们公所也借慎恐惧 我们提早应订 所以我们这开放5天下来 大概接近有3000位的这个民众前来参观 而市议员高敏慧参观过程 也感谢市政府能破除万难 施座生命纪念馆 4年前他向前市长朱立伦反映 也终于争取到设施提供市民使用 我们树林区真的是10个公墓 两个纳谷塔都已经满了 所以真的往生者真的是一味难求 谢谢新北市政府愿意帮我们做 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 树林区生命纪念馆是新北市第19座的纳谷塔 还未启用光是参观就有3000多人 往往供不应求 因此未来将会和私立的纳谷塔业者谈合作 请他们以社会公益的角度 提供驾翼合宜的塔位 政府民间合作 为新北殡葬服务 卖足新的里程碑 中家新闻赵世渊卢秀娟 新北市树林区长报道